嘿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仙星猴 今天咱们来继续地铁跑酷世界巡回赛 那本期的话咱们解锁了一个比较好玩的东西 你看这个东西像不像一个无人机 那么这个的话是它现实的一个道具 20个钥匙就可以获得 那么你每次复活的话大概是我记得是 三把钥匙要不就是一把钥匙 那这个的话其实还是挺便宜的 作为一款这个滑板的换皮道具 那么它的作用就跟滑板一样 属于是一个保命道具 滑板顾名思义 其实你光看这个滑板并不能认为 它就是一个保命道具 因为滑板只是让你感觉更快一些 其实这个东西可以抵御一次撞击 那这次咱们这个滑板皮肤 又迎来了一个新变额 就是这个无人机 这个飞行滑板的话 我觉得还是挺帅的 所以就购买了 那双击屏幕可以把它互换出来 咱们本期多互换几次啊 来体验一下这个飞行滑板的感觉 那么正常的滑板 它也是属于悬浮类的滑板 并不是常规的这个带有 这个咕噜的这个滑板 它是没有这个轮子的 属于是一种类似于像回到未来的 这个悬浮板 应该是利用了一些这种反作用力什么的 然后能让它一直悬浮 那这个的话有点四个螺旋桨 感觉起来有点类似于像是通过锋利让你悬浮起来啊 如果真的是这种东西的话 哎那它这个锋利得多大呢 我相信如果能让一个人踩在滑板上 并且从地面上悬浮起来 我相信它这个锋利的转术 或者是这个感觉 我觉得这个声音将会是非常大啊 同时地面如果这个东西将会被这个风吹起来啊 那么这个锋利 我觉得正常的这个核心轴都不会长寿住 所以说它这个的话其实可能是一个装饰品啊 其实还是没有真正的通过靠风来悬浮起来 那不过游戏总共是游戏 那么换皮的道具嘛 也是这样啊 那游戏本身也是以换皮为主啊 现在很多大厂出的游戏都是在进行换皮 那很多像这个对战的游戏网游也是通过这个换皮来增加了去寿命啊 出一些游戏皮肤 包括一些很经典的这个多人在线的网游 最初也没有这个换皮行为啊 不过在近些年这几年也是增加了很多换皮行为 同一个模型更改一个颜色又能拿出来做一个东西了 不过总是这么搞的话 这个容易审美疲劳啊 看起来也是比较的烦 但又是出新东西的话 这个官方肯定会又重新这个自作这个模型的话 会花费一些成本啊 那么缩短成本就是 哎换皮换颜色 这个还是挺简单的 也不需要太多的这个程序来控制 好那本期游戏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见